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王一博在唱《无名》,为大弯曲儿歌,果不其然,官宣图还是那张。 王一博官宣加盟2023弯曲声明月晚会,这次现唱电影《无名》,听到这个消息后。 好人多人都期待了,又可以看到王一博的舞台了,好开心。 这次是电影主题的晚会,也是庆祝香港回归的日子,必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王一博携手梁朝伟的《无名》在香港上映后,好评如潮,赢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。 自然这次加盟大弯曲晚会,现唱同名曲《无名》,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在这个新的一年里,王一博的粉丝们有了一个新的期待。 就在最近,王一博正式官宣了他将参加今年的湾区声明月晚会,这个消息让他的粉丝们兴奋不已。 然而,有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。 当我们仔细查看官方发布的宣传海报时, 我们发现王一博的照片似乎并没有变化,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对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暗号。 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他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,让人无法忘怀。 不过呢,好多人说,王一博的官宣图,果然还是一成不变,什么时候可以更换一下图片呢? 每次都是这么一张。 纷纷喊话王一博可否换图,多参加一些活动。 很期待他的出现,满足大家对于他的喜爱。 无论如何,我们都期待着王一博在晚会上的表现。 而更让人兴奋的是,他将会现唱电影《无名》的主题曲。 这首歌曲或许透露着王一博对电影中角色的理解。 也或许是他对电影故事的一种表达,无论是哪一种,有王一博的舞台。 就是吸引人的地方,这次必然会不同。 不过呢,我们都知道这次参加的艺人不少,这次呢,电影频道会同步这场晚会的。 我们可以蹲守一个王一博的舞台了。 此外,王一博和肖战的CP粉们也因为这次晚会而兴奋了起来。 他们开始炒作话题。 庆祝这两个优秀的艺人在同一个舞台上出现。 这是他们久违的一次。 对于这个说法,我们不敢苟同,两人的节目录制都会分开的,各自有各自的舞台。 没必要每次都牵扯到一起,不过是共同受邀,参加一个节目演出而已。 都知道,这次活动,两人同时参与,必然会带来许多有趣的话题和讨论。 希望彼此各自安好,不要捆绑了,独自美丽吧。 王一博已经转型到电影圈,走得也是稳稳当当,两部影片的上映。 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和口碑,对于王一博而言,他从更改代表作。 把曾经的作品改成了电影作品,就代表了他的未来发展,重点在电影方面。 这是一种态度,请各位尊重王一博的选择,请不要继续捆绑在一起。 王一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转型,今时不同往日。 如今的娱乐圈,果然是风起云涌,每天的热搜都让人发现,吃瓜都需要速度了。 什么放大瓜的时候,都要带着王一博,蹭着热度,拉踩捆绑。 各种话题都想借助王一博来转移视线,只想说,能否放过他。 你们越是这样做,反而衬托了王一博的干净,起码王一博不会塌房。 为大弯曲儿歌,新鲜的王一博,让人心花怒放。